打到最后我只剩两个人 我敌人拼了 我说我去把这个敌人的指挥所跟他拿下来 一个人去拿指挥所 他是抗美援朝的最强兵王 孤身一人打掉敌人一个指挥所 率领两名战士攻占了美军的三个山头 更是凭一己之力 歼灭了200多精锐美军 因此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一级特等功 然而在抗美援朝结束后 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 他选择隐姓埋名 回到老家务农 两国领导人找了整整33年 才发现这位老英雄的下落 这名老英雄名叫柴云镇 1926年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 小时候因为家里十分困难 年仅12岁时 他就去给地主当了长工 挑起了家里全部的重担 一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后 国民党由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 他们开始大肆的抓壮丁冲军 柴云镇就在此时被抓了过去 在国民党的部队中 他经常会遭到打骂 指挥官也根本不拿他们的性命当回事 不堪重负的柴云镇在此时 直接起义加入了我军 在这里柴云镇从未遭到过歧视和打骂 他也知道了共产党就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 之后的他参加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战斗 由于作战勇猛 组织对他十分重视 1949年渡江战役爆发之后 柴云镇所在的部队是渡江的先遣队 而他是班里唯一的机枪手 为了掩护战友 他们每次都拿着机枪冲在最前面 带领战友上岸后 他们突然被敌军的一个地堡挡住了序路 这时柴云镇又炸了出来 悄悄摸了过去 朝着暗宝开头一顿猛射 最终全歼敌军 因为这次英勇作战 柴云镇被授予了二等功 渡江战役胜利之后 他所在的十五军被划归到了四野 在秦纪委的带领下 转战华中华南以及西南 在此期间 柴云镇立起了诸多战功 并且加入了我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 他又随部队跨过亚洛江 抗美援朝 这时他依旧像从前一样勇猛 凭借着一把机枪 打得美军哭蝶喊娘 1950年4月 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之后 使美国总统的杜鲁门 撤销了麦卡斯的指挥权 本以为美国人是害怕了 结果没想到 我军迎来了一个史上最棘手的敌人 马修·李奇威 通过与志愿军的战斗 他很快就发现 志愿军在后勤补给上的缺陷 由于朝鲜的地形原因 我军的战线被拉得非常之长 所以每次志愿军进攻 身上的补给 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 一周之后就会撤退 对于这种情况 李奇威专门发明了一个雌净战术 吸引志愿军深入之后 等待一周的时间再发起进攻 当时看着美军急剑败退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害怕了 结果没想到 一周之后 李奇威突然发起了进攻 眼看着志愿军主力 即将弹尽粮绝 彭老总赶紧下令 前军撤到三八线以北修整 然而美军靠着机械化部队的优势 已经追了过来 就在这危难之际 彭老总给十五军军长秦纪委 下达了一个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阻击美军 掩护大部队撤退 收到命令的秦纪委 赶紧进行了战略部署 这一次他们要面对的是 数十万机械化部队的美军 在我军的必经之路上 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阵地 那就是朴达峰 这里的地形十分闲耀 一旦美军占据这里 靠着强大的火力 他们将完全封锁镇军的退路 简而言之 守住朴达峰 就可以让大部队安全撤离 这个任务当时交给了柴云镇所在的 四十五十三营 他们是十五军的王牌 1951年5月28日 美军两个团的先头部队 到达了朴达峰的山脚下 他们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 而是进行了试探 而发现山上守军只有一个营后 美军调集了一个炮兵营 以及三十多辆坦克 朴达峰战役正式打响 他是黄继光和邱绍云的偶像 也是朝鲜战争中的最强兵王 孤身一人 揭秘二百多精锐美军 又捣毁敌军的指挥所 成功掩护了大部队的撤退 这场战役打完后 身受重伤的他 默默回到了老家重地 直到三十年才被发现真实身份 而他就是特等功臣 柴云镇 当时负责助手着朴达峰阵地 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 为了尽快突破志愿军的防线 美军对朴达峰进行了疯狂的轰炸 胡天盖地的火 把山头的土炸得都发了出来 并且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坑道 敌军还动用了燃烧弹 赤了的高温 让志愿军们苦不堪言 但是没有一个战士退缩 他们在山上顽强的阻击敌人 没有丢失一寸阵地 在一天的时间内 三营的战士们 歼灭了200多精锐的美军 眼看着久攻不上 美军又调集了10架飞机 对志愿军的阵地 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 一时间整个山头 都变成了一片火海 之后美军派出了坦克开路 朝着山头开始进发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 志愿军们抱着必死之心 一次又一次地 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但是由于没有补给 在激战到第六天的时候 三营八连的战士们 已经弹尽两绝 美军抓住这个机会 占领了八连所在的阵地 之后他们加大兵力 又攻占了志愿军的两个山头 此时我军已经岌岌可危 如果让美军全部占领了朴达峰 那么后方的志愿军主力就完了 就在这危难之际 柴云镇主动请战 带人夺回山头 他们班是志愿军的尖刀板 本以为是要垫后的 现在不得不提前启用 很快 柴云镇就带着一个班的战士 冲了过去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 这次行动是求死一生 占领山头的美军 此时根本没想到 志愿军敢带人打回来 战斗刚开始 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柴云镇和战士们的英勇作战下 很快就夺回了一个山头 但美军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居高临下 用重武器形成了密集的火力网 最终柴云镇带过来的战士 只剩下了两个 就在这时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孤身一人去偷袭敌军的指挥所 两名战友从正面阳攻 他则乘机绕到了敌军指挥所前 一颗手榴弹 将指挥所内的美军全部歼灭 山上的美军顿时乱作一团 随后柴云镇又朝着第三个山头开始进攻 他偷偷摸到了美军的机枪阵地 跟美军的机枪手进行了入搏 虽然最终将他击毙 但柴云镇也受了重赏 脑门上鲜血之流 他强忍着剧痛 将机枪的枪口掉软之后 朝着美军进行了疯狂的扫射 很快就打出去了一千多发子弹 直接歼灭了二百多名敌军 阵地剩下的美军看到这一幕顿时傻了 被吓得逃出了山头 然而柴云镇因为失血过多 当场预露过去 还好战友来得及时将他送到了后方 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因为柴云镇此次的英勇表现 我军成功守住了朴大峰 大部队也得以成功转移 彭老总在得知此事后 决定授予他特等功臣 和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然而在战斗结束后 身受重伤的柴云镇竟然不知所踪了 少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